江慧封麦演唱会造成了全台抢票 而江慧的粉丝跨越了不同世代 最主要是因为二姐在唱功上头真的是与时俱进 从最早演歌式的江湖唱腔到后来改变风格 像是周杰伦为她量身打造的露侯虾 KTV到现在狂点了七百万次 2010年周杰伦演唱会上隔空跟江慧对唱 二姐不用配乐这首露侯虾直接穿透进粉丝心中 露侯虾让两个人结下好交情 但其实这首歌是周杰伦跟方文山在出道前作的 将会大胆启用新人 于是俱进的概念也成为新生代歌手 在比赛中的热门选唱歌曲 在KTV点播次数破七百万次 跨世代的情感全唱度更高 江慧甚至还以客座评审的身份上节目指导后辈 我们常常说成也将会败也将会 因为凭什么常常说 你唱江慧歌有这个材料 大胆启出道的江慧 早期是以演歌室的江湖创枪 但1984年后开始改变歌路 曾经方江慧写过歌的资深音乐人 李昆成就说 江慧的歌只有江慧唱才有那个味道 把小众市场台语歌变成大众口味 江慧的歌曲跟着时代不停地在转变风格 让台语歌后的经典地位历久不衰 除了经典歌曲传唱度高之外 另外就是带给了粉丝满满的回忆 就铁粉说自己开电气行的父亲 在工作时候一定会听的就是岂别的海岸 还有当游览车车长小姐的粉丝 说有一张CD让他听到坏掉 购票第三天还是在排歌迷 从老到上为什么都对江慧这么死忠 爸爸以前开那个电气行的 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 在那个时候就是听江慧的歌 对 所以说爸爸不在了 所以江慧的歌是我们家的唯一 一首席别的海岸唱出了感情 也唱出了回忆 粉丝说过世的父亲以前工作时 都是在听这首歌 现在音乐响起 小时候的记忆全涌上心头 而同样听到歌很有感的 还有这一位从年轻追星追了几十年的铁粉 他说自己的妹妹在当车长小姐 江慧的CD重复听 还播到坏掉 一个唱坏掉 再唱了第三 买了第三块CD 江慧的经典歌曲 每个人听来都有不同回忆 特别是这一首 很多人听到就会掉泪 几首精选的那些歌都不敢点来听 会掉泪会哭啊 就怕一听江慧的歌又会哭出来 女粉丝忍着情绪用行动力挺 还有这一位63岁的阿贝 排了11个小时到现场买票 借钱却被爬走了两万元 自己苦恼 因为一部分是帮高雄的朋友代购 钱不见买不到 特地写信给江慧 说自己很难过 十六场演唱会 一票难求 让江慧也很不舍 江淑纳在脸书po文 说二姐很心疼甚至落泪 心中的压力和不舍 只希望一切圆满 但对粉丝来说 谁都想有机会坐在台下 听江慧唱歌 我们需要你演唱会门票 TVBS新闻综合报道